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曾亲的一段感情忌绑 让他与杨整的感情彻底破裂 玉池蓉在没成亲之前 与青梅竹马有过一段冥冥情义 但因为没有达到门当户对 之后与青梅竹马断绝关系 嫁进了杨府 但婚后的玉池蓉 因为青梅竹马的再次出现 而与他暗昧不清 之后还被加罗转见 加罗很在乎杨家声誉 也不想让玉池蓉名誉受损 于是让玉池蓉与青梅竹马断绝关系 并且将他赶出场 就在玉池蓉让他的青梅竹马离开场 并且以后再也不相见时 两人起了争执 之后青梅竹马意外的掉入了河中 淹死了 而玉池蓉跟青梅竹马的事 被杨整发现 因此杨整跟玉池蓉的关系破裂 玉池蓉误以为是加罗告密的 之后的玉池蓉开始痛恨加罗 在加罗怀孕后 玉池蓉便循迹下手 后来暗中害得加罗流场 在加罗得知是玉池蓉下的毒手时 当场逢退痛苦 其实加罗当初是好心思保住玉池蓉的声誉 没想到到头来 玉池蓉却恩将仇报 想必玉池蓉这样的心肠 最终的结局也不会好的 对于玉池蓉这样的人生 大家有什么方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